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 像游先生 就是他心里的生活 在他脸上就会表现出来 就自然地表现出来 所以我就专拍这种老人的表情 生活形式来参加这个活动 到底哪一张照片会比较满意 其实每一张照片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 怎么样把那个人物的内涵 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来就是这样 当然拍的时候也照中视作为的环境 他的生活的环境 还有构图画面的结构 怎么样把它偷出的人物 最主要就是展览的表现 拍人后 眼睛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眼睛如果他表达的东西 眼神那边就可以看得到 他是想要的是什么东西 这种还是比较生活化的 一般市民的 因为老年人很容易拍就是他 一几两这样的事业 就很容易一天就会联合出来 至于照片的感受 是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 因为摄影是国际语言 它虽然是自觉艺术的一种 它是很直接的 连不认识的人看到 都会明白你所要表现的是什么东西 所以这次展触的 就让来参观的人 自己去慢慢地去感受 大家好 今天是我们兴愿在这里 举行的第二场的线上歌展 那么我希望今天的歌展 比上一场反应更加之类 上一场是一个年轻的画家女画家 成少女的画展反应很不错 那么今天难得请到我们的 文明播剧的摄影大师孔万娘老师 来为我们办这个线上歌展 非常难得 虽然这个画看来 为什么黑白照 为什么是老人照 为什么只有三十户 这个歌展也是配合 世界老人 世界老人 那么怎样配合呢 我就请我们高女士 高贵女士来自欢迎时 同时也介绍 为什么有几番送软的一个西流活动 有请高女士 各位新医院的朋友 希望大家笑好 那么这一次配合 不获国际老人日送软活动 孔万娘老师抽筑他摆忙的时间 为我们准备了这么精彩的 一系列和老人主题的摄影展 那从我们这些三十副的画作里面 可以看出孔老师的用心 孔老师除了在摄影上面 是国际有名 那同时我时常看他出门 都有一些年轻人在跟着 这就是一个象征 也一个精神 除了他本身所熟练的技巧以外 那更加乐意的去栽培年轻人 与一些年轻的摄影家分享 那新医院的活动呢 很多次我们都获得 孔老师的拔道相助 就是不管在哪一个方面 老师都以身体力行的协助我们 这一次的三十副画展里面 可以看出孔老师走街串向去 摄取很多我们很本土化 很人本的一些生活照 尤其是老人的一些 也从你可以看出从眼神各方面 所呈现的我觉得就是一种 精气神的整合的一个呈现 《岁月仪辉》所呈现出来的 三十副画作 请大家用心欣赏 谢谢 开支老师 一个好吃的 students Crash 用心欣赏 卖 来 侗 请按赏 助写 realiz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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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